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Teacher德德 很开心又和大家见面 今天我们会介绍一些和幼儿玩的游戏 这些游戏都会带着学习的元素 包括了英文、数学、中文、颜色形状的配对等等 这些游戏需要的工具 其实在家里都很容易找到 不需要特别去购买 今天我这里有很多钱 我这里有一个我自己做的钱箱 我先邀请你帮我抽一张卡 你看你抽了个什么数字 什么数字? 9 你帮我把钱币进入箱里 什么颜色都可以 对幼儿园的小朋友来说 可以用这个方式 让小朋友去学数数 如果小朋友已经去到小一了 那你又发觉 入钱币好像很简单 我们还有得玩的 那我们拿这9个钱币出来 你拎开盖 那我所有黄色的钱币 都是5 绿色是1 红色是2 你试试帮我把这些数字 全部加在一起 这个就是一个加数的练习 去到2年级的小朋友 就可以用这个方式 跟他们去温习乘数表 那当然 小朋友最不熟 就是6、7、8 这些乘数表 那你钱币的面积 就可以更改 去跟他们去练习 那用这些盖 还有一个好处 因为小朋友要拿钱币出来 时又要扭 那这些都是一些很重要的 小手机的份面 现在小朋友很多时学英文 我们都会给他学Phonics 在英文Phonics里面 有些音广东外是没有 以至小朋友很难去记 所以我们就会透过Balloon Phonics 这个游戏 帮小朋友去记 吹上气球 将它需要去强化练习的声音 请它用一支marker 写在气球的表面 我选了两个声音 一个是R 另一个是CH 玩之前就请小朋友 写在Balloon上面 就好像我们之前有一集 去介绍《拯救气球》的游戏 请小朋友拍个气球 不要让它掉落地 每拍一下都要读音 CH 我们就一直读CH 每拍一下就读一次 去帮助它加强记忆 轻轻松松地寄了这个发音 入油袋这个游戏里面 我们可以运用在英文 数学和中文学习里面 在英文很多时候 小朋友都会混淆大小街 我们就会用这个方式 去帮小朋友配对字母 可能一开始我们选四个至五个英文字母 然后一直加上去 帮它将26个大小街配对得到 接着就到数目字了 数目字其实是一些抽象符号 我们学数学过程 一定要由具体去到抽象 即是说要给小朋友 真的可以数到一个数目 所以我们的配对就是 数目字和不同数量的图卡 让小朋友数完图卡上面的数目 然后就和数字配对 接着就到中文科了 幼稚园的小朋友 未必需要学写很多的中文字 但都会遇到很多 发音相同的中文字 我们就可以把那些词语放在一起 就好像工作和公园 第一个字都是发工的音乐 不过其实写法就不同了 我们就可以靠认的方式 就将这两个字配对 其实它认到、读到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步骤 所以我们不妨用这个游戏 帮小朋友去认字 我们今天就用扭瓶盖 去和他们做一些学习的游戏 我们就需要预备一些饮品瓶 用割刀 把头部割下来 接着就会用热溶膠窗 固定在一块膠板上面 利用一些旧的材料 都可以做到这个效果 很多时候小朋友 就会常常拌乱大世界 我们就可以用这块板 预备一些瓶盖 让它可以配对 咦?有B 有D 好似喔 是的 它通常都会拌乱这些 所以我们就是要用这些 和它做训练 在这个情况下 就让它们把瓶盖扭上去 一方面满足它们很喜欢 拿瓶盖那种感觉 另一方面 其实也是在训练手部的小肌肉 好了 哇 成功配对了 那我们就可以由三个 加到五个 如果它熟习了之后 那你就可以预备这些白色的 Label纸 换个字母 贴上瓶盖 这样就可以重新再用 那我给六个盖 其实它只有五个盖位 那你就要告诉它 有一个不要的 整个难度又自然再提升 所以我们预备了一份的教具 其实有很多层次的玩法 一路帮小朋友 升级地学习的 那我今天就预备了这些 三夹 和吃完雪条的雪条棍 就可以帮小朋友去学习 数目字的顺数 单数 双数 那些组合 那我们先预备这些 空白的 最好就是 木或者竹的三夹 这样我们就会写了 一至十 然后我就给一条雪条棍 小朋友 就跟他说 不如我们现在 顺序 就将我们的数目字夹 夹上去这条雪条棍 这样可以给它 这样夹上去 一个一个三夹 一 接着就到二 就可以给它夹到十 好 那高班的小朋友 就会学倒数 那我们可以 怎样和他玩呢 那由十 开始 排到最小 把那一 那就要告诉他 一定要由十这边 开始 这样夹下去 这些雪条棍 同样地 我们都可以写一些数字 不过中间 就有一些漏空的位置 就像这个这样 1 2 这里漏空了 4 5 那就可以请小朋友 在刚才那堆三夹 咦? 我们漏了哪个呢 就请他找回来 那今次呢 先看看 你觉得漏了哪个数字 看看这条雪条棍 3 5 9 是单数 就是说 这里漏了的是 7 那我们就夹一个 7 上去 除了单数之外 我们都可以和小朋友 练习 加上双数 双位数 甚至百位数 在可以训练小朋友 数学概念之余 亦都不会忽略 去训练他们的小手肌肉 这个游戏呢 就叫做 《鼓你不到》 我们有一幅 画面很丰富的图画 之后呢 就一路描述它 就等小朋友去猜一下 究竟我的目标是什么 我看到一个人 他戴着一顶生日帽 扎着两条马鞭 他在吃东西 他的鼓 就是这个小朋友 在吃朱古力豆腐 我们除了可以用中文去说之外 也可以用英文 OK I can see something in red It is in a jar I guess it tastes sweet So do you know what is it? So show me Which one? This one Yup, that is the juice You got it 其实这个游戏呢 亦都不一定 在家里拿着图画 才会这样玩的 又或者搭车很闷的时候 都可以跟小朋友做这一件事 选一件事 叫他猜 嗯,究竟我现在看着什么呢 就是这样 我们可以训练小朋友 一个的表达能力 同时之间 亦都在训练他一种的 擴散性思维 小朋友在轻松愉快的气氛里面 一边玩一边学 那就没有那么容易 不记得学过的东西了 透过游戏帮他们学习 不要介意 好像每天学少少学少少 其实草草埋埋 累积起来 就会积少成多 这一集的游戏介绍到这里 希望大家都会喜欢玩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